也有朋友對收息股比較有興趣 穩健的股份 Shirley問 早安,Wendy 早安,Shirley 三隻股份 港鐵、領展和港燈 目標是有穩定增值 加上收息 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本金有10萬元 又是一隻去評論 先說一下港鐵吧 港鐵來說 其實它的股價是一個長期低波幅的狀況 如果對應52週低位是39.35元 而高位是47.15元 即是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到8元 所以以39.4元作為基數時 全年的波幅只有20%左右 你說它是作為一個資本增值的效益 就要視乎到底你是什麼位置買入 現在是42.5元 如果它升上去47.5元 其實只有1成鬆一點的回報 就不算很吸引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稍微低一點股價 是41元以下收脈幅 40元這些位置去吸納 希望回報率可以去到15%以上 另外息率亦不是很飆青 現在是2.9厘而已 可能你說低1元左右 來吸納的話 有機會去到3厘到3厘半 不過其實也不算是很高的狀況 是的 那領展 你又怎樣看呢 息率就高一點 是的 息率會高一點 而且始終關注度 大家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最主要做租務 所以如果香港的零售市道 是會有一個回暖狀況的時候 它的股價表現是傾向受惠的 你從現時的股價走勢去看 基本上4月中以來 已經開始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主要不副區間 都是維持在65至70元之間 所以你變成67元附近這些位置 不算是一個很有利的位置買入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66元或以下的時候 才考慮吸納會稍微好一點 它的息率的確會高一點 大概現在是4.5厘 如果靠近65元附近的位置買入的話 有機會股息率是介乎4.8至5厘的位置 去回4.8也算是稍微高一點 都可以去想過的 但是因為之前已經是反彈了一層 股價由3月7日的時候 低位是低於60元 現在反彈上67元附近 已經反彈了一成鬆一點 所以買入之後 你對於潜在升幅的期望 暫時未必可以這麼高 稍微高一點的位置 已經是回到上年11月 當時是73元 變成你現在67元 就算我當它升到73元 其實潜在升幅都是一成 未必真的很高 所以始終等價格低一點 才吸納會比較適合 好 說說港燈2638 你又如何評論 港燈的息率是4厘左右 之前港股的表現比較差的時候 所以很多資金流入了一些公用股 它的股價表現 就會傾向有一個受惠的狀況 所以就會留意到 一月的時候已經屬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逐步有一個攀升的狀況 亦都需要留意 這一股份的波幅程度 其實是比港鐵還要低的 52周低位大概是3.4 高位是7.4 高位是7.8 所以是一個很窄幅上落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說買這一隻的話 可能跌心水是收息的 資本增值效力 相對上來說是3隻入面最低 但它的股息率又不是3隻入面最高 它大概是4厘1隻 所以你說比較有利一些 可能你要等股價再稍微回一點 譬如落到7.5或以下的時候 有機會股息率去到4厘1.5或以上 才考慮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三隻股份當中 我覺得港燈最不可取的 當中來說 領展就可以考慮一下 至於你說港鐵來說 可以低一點才考慮 不好啊